再来我想要跟各位谈那个放大字形 例如说这个小美小美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字是12 如果你刻意要把这个小美放大 其实它有快速键 这个快速键是Ctrl加大于的符号 所以就是Ctrl Shift大于 不对我记得好像是不能用输入法 不能用猖截输入法 选到这个字Ctrl Shift这样子 就是不可以用猖截输入法 就是你要改成那个因素的情况之下 然后Ctrl Shift加大于 这我每次在做的时候 因为坦白说我不喜欢单独把某几个字给放大 这都是手动做的 我觉得一份文件要手动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喜欢去做 可是它确实有提供这个快速键 因为我想快速键跟你们提一下 那当然如果是Ctrl Shift大于是放大字形 那Ctrl Shift小于就缩小字形了 好就大概就这两个 一个是大于一个是小于